在现如今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 似乎买房更有投资价值 而汽车作为一种消耗品 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 但依然有许多人宁愿贷款 也要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究竟为何人们更倾向于购买容易贬值的汽车呢 下面就随小编来看看吧 其实车子是男士的身份象征 中国人买车子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面子问题 这是许多男士愿意贷款购买车子的原因之一 想想多年不见的好友一起出去吃饭 骑着电动车或者开着自己的车子过去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车子在一方面给自己找了面子 这对于男士来说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 同时车子对于男士来说就像房子一样 有一定的归属感 现如今房子的价格太贵 而车子是最能够让人有归属感的商品之一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在自己的车子上打开音乐休息一下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是第二个家了 甚至许多男士已经把车子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 而购买车子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出行方便 不管是劣日延年的夏天 还是寒气逼人的冬天 有一辆车能够省得自己 顶着酷暑或者寒冷去挤公交地铁 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家人们出去游玩 可见有一辆车子确实能够方便很多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量 其实买车的理由还有很多 这只是其中几条比较典型的代表 也是买车消费者的普遍心声 不论怎样买车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一种趋势 而汽车也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代步工具而已了